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肩顶形态也不太常见 但这种形态往往杀伤力很大 这种形态一般出现在上涨的末端 连续大阳线拉伸后突然之间出现下跌 而且中间没有像样的反弹 就形成了一个倒置的V形 所以也称为肩顶 我们来看看它的几个关键点 第一 该形态与V形的大底正好相反 这个我们就说了 一个是这样 一个是这样 第二 在肩顶的左侧 一般伴随着放量连续的大阳 在上升的途中 一般会有明显的连续放量大阳线 这个显示了多方动能的快速释放 同时这种放量的阳线 也反映了在连续大涨的时候 怎么样 也有人连续的卖出 我们想象一下2015年 在五六月份大涨的时候 成交量不断的攀升 从一万亿到两万亿 看上去买的人很多 其实你现在想想 每天买的也有人买 所以也伴随着快速动能的 多方动能的释放和分歧的加大 第三 在肩顶的右侧 也就是在下降的途中 往往是连续的阴线 成交逐步回落 显示了人气的逐步降低 所以V型底的这三个关键点 我们来看两个案例 实战中 大家先来看这个股票 慢慢慢慢地缓步盘升 突然之间出现拉升 拉升以后直线下跌 形成了一个标准的肩顶倒V型 实战中真正的倒V型的肩顶 其实很难把握 你说这个涨那么巧 在最高点跑掉 就像2015年六月份 最高点5178 你要跑到5100点以上很难 这个倒V型最难的就是 你很难把握那个肩顶 我们一般以量在架先 作为一个判断 你看它在上涨的中途 出现了一次比较明显的放量 量在架先 之后成交量就明显地萎缩 但是股价还在上涨 其实在量价上 形成了一定的倍率 所以我们要注意 其次在回落的途中 我们看这个倒V型 它回落的第一段 回落到哪 成交量回落到了前期平台的位置 看到吗 成交量回落到了平台的位置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成交量 逐步递减 人气逐步降低的过程 降低到了上涨的位置 几乎把这一段全部吞没 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 倒V型的肩底 同时往往也伴随着很高的估值 因此倒V型常常出现的 也是估值的顶部 就像2015年6月的创业版 这个股票是华一兄弟 最高的时候涨到64块 我们来看看这个倒V型 它除了在之前出现了明显的放量 之后出现了明显的成交量的萎缩之外 你现在回头看64块钱的华一兄弟 是一个天价 当时的估值接近了100倍 100倍非常的高 所以我们来看倒V型 它除了是一个技术上的形态 如果你真正要把握那个倒V型的 我们说三分之一的位置 只要我们把这个成为三分之一的位置 不一定要肩顶的顶部 它往往除了量之外 你还要对企业的估值 大概有个判断 估值越高 泡沫越大 你才敢于在放量以后 去舍掉那一部分 看似很好的利润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说的 第一个顶部形态 接下来的编学编撰 我们会给大家连续几期 说一些经典的顶部形态 本期的编学编撰就到这里 本期的财经风味就到这了 我也预告一下 10月份的盐爆点金已经上线 本期我们将说一说 非营金融行业 我们会连续地说一些低估值的板块 从之前的地产 包括接下来我还会说煤炭 会大量地说低估值板块 我觉得在下跌的时候 低估值板块和高峰红 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最后我们聊一聊吧 就是今天我们聊创业板很少 创业板好像已经无人关注了 连创新低 两位怎么看 如果本月它再出现一个月线上的 一个阴线的话 那连续7个月阴线 7月阴线 所以尽管从这个角度来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